地球快速暖化,从1960年代以来 每10年都比前一个10年来得更加的炎热 全球多个气象组织就评估 2020年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之一 平均达到14.88度左右 比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平均温度来得更高 至于近年方面,受到拉尼纳效应影响 气温是偏低,但二氧化碳的浓度依然偏高 极端气候趋势恐怕难以改变 混沌无序,惊慌失措 2020年横扫世界多国的新冠肺炎疫情 虽然让大部分经济活动顿时停摆 但过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过于庞大 封锁期间所减少的碳排放量微乎其微 美国海洋季大气总署星期四发表最新报告指出 地球不断升温 2020年的平均气温已经来到了摄氏14.88度 于2016年不分上下 创下历史记录中最热的一年 与往年一样,炎热气候也影响着经济 美国因天气灾害一共损失了至少10亿美元 过去一年也是美国有记录以来第五热的年份 至于2021年各个气象组织预估 因为拉尼那现象产生降温效应 今年地球预估不会升温 但有可能出现超级寒冬 极度气候趋势无法改变 这些状况无时无刻提醒着人类 地球已经一步步走向危险边缘 科学家认为异常天气都与海洋生态密不可分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 过度捕捞 塑料污染和气候变化 已经严重破坏了英国海域和海洋生物 英国四周围的海洋吸收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碳排放 却只有百分之一的海域受到保护 因此当局呼吁英国政府制定一个十年的战略 修复海洋破坏 保护英国至少三分之一的海洋线 气候变暖的快速步伐无情地轴定着地球的移居环境 从前工业时代开始 地球的温度已经上升到摄氏1.2度 并且每年增加0.2摄氏度 如何与自然界和平相处 让高温气候情况紧急刹车 已经成为了21世纪人类的首要任务 以免祸及下一代